基本上市面上有三种油烟机 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T型机 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谓的侧吸油烟机 第三种就是Steam hood或者是隐形油烟机 那购买油烟机之前 你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 你的厨房到底是可以开动 还是不需要开动的 那如果你的厨房是可以开动的话呢 你就必须安装Aluminum hose 来把油烟抽出去你家里外面 还有就是你需要安装这一个wall cap 装在你的厨房的洞口外面 那如果你的厨房的墙壁是不能够开动的话呢 你就必须选择拥有Recirculation System 内循环的油烟机 那内循环的油烟机是如何操作的呢 内循环的油烟机通常都会有Chucol filter Chucol filter最主要是帮你隔除你的油烟味 第二Recirculation System的油烟机 都会有Aluminum filter 滤网来帮你搏滤你的油烟 安装油烟机时 我们不建议油烟机的上方有橱柜 那是因为以后如果我们需要进行SOHO服务的话 油烟机可以很容易的被拆下 安装Aluminum hose 请确保距离不要超过10扯 因为距离越远 吸力就会变得越弱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Aluminum hose安装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的弧度 因为这样也会导致吸力变弱 如果你是安装Chimney hood T型机 它跟台面的距离就至少要有650mm 如果是安装Invisible hood或者是Slim hood的话呢 它跟台面的距离就是600mm 安装鞋面油烟机的话呢 它跟台面的距离就是300mm到450mm之间 油烟机呢通常是使用这个13mm的插头 如果你是多组的人呢 你可以选择有双马达的油烟机 吸力可以选择1500到1800以上的吸力 那如果你是少组的人呢 你可以选择是单马达的油烟机 吸力可以选择从1200 到1400之间